再来看这个议员 这个议员就是带着不错的身价 让四个女儿都嫁给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结果呢 人生无疾 也还乐 对啊 我要来介绍一个也是 本来自己他是一个 从学日本教育起家的 那刚好民国七八十年的时候 台湾经济起飞 建筑业非常的兴盛 所以这些机械就在台湾卖得非常好 都在这个盖房子的过程 因此就让他赚了很多钱 他赚了很多钱以外 他除了自己赚钱 他也开始选这个议员啊 后来选到省议员啊 最后选到国大代表啊 最后甚至还当到这个什么 商业总会的理事长 所以整个在那个时代 呼风唤雨 话水也给人 那可是他毕竟还是是一个 自己一个人 他不是像台湾传统很多大家族 他就想说 哇 我已经有自己这样的实力了 我要把自己这样子的实力 打到台湾的这些经济 更好的这些家族去 要变成上流社会 上流社会 他要变成一个头号人物 他怎么做 把他的四个千金 他只有四个千金 他没有儿子 他就把四个千金 每一个都流日 流日以后 每一个都政治联姻 应该说是企业联姻 他就开始跟每个这些大家族 你看我这个产业也很好 那你们这些家族也老了 你要不要考虑 我把女儿嫁给你们儿子 这些家族的人也都觉得 新富来嫁娶富贵族 对就是某个程度我们也说 嫁入豪门 那其实就是豪门之间的联姻 可是说实在 因为我看他们 其实豪门这个联姻 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彼此这个太太跟老公 互相其实不是太相爱 可是就因为他们彼此的父母亲 彼此的事业的需要 所以第一个有嫁入金融业的 台湾的金融业 有嫁入台湾的建筑业的 有嫁入台湾的纺织业的 还有一些传产业的 就这样把四个女儿都 遍布到台湾的四大家族去了 在那个七八十年以后 大概民国八十几年 台湾开始有一个政策 就是说这个信用 这个农渔会 信用合作社 我们希望改造成银行 所以大家就说 好不然岳父 你说要多少 我们想看看 有法度我们就给你支持 不然就不好意思 他就说 一个人拿25亿出来 加起来就一百亿 四个女婿加起来一百亿 再加上自己 这个老先生他自己 自己也出五十亿出来 那加起来就一百五十亿 听起来就觉得说 这四个女婿就说 我干嘛在民国八十几年 要拿25亿出来 我要考虑一下 因为这个毕竟也是一个大钱 而且我们如果假设 这么大动作的去支援你 会不会让其他人会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在合作什么目的 可是你知道这个老先生很厉害 他的女儿非常非常孝顺 四个女儿都很孝顺 只要这个爸爸讲什么 他们都使命必达 回去就说 老公拜托 我爸爸很需要你们帮忙 这个他的梦 你一定要成就他 这个钱投资了后面会赚 而且很快就会还 后来这些女婿也都是 真的是不愿意 可是也没办法 所以大家都拿钱出来 拿钱出来以后 真的这个银行也成立 那银行成立以后他就上市 也拿到股票了 可是这些股票呢 都没有发给这些女婿 股票虽然是女婿公司的名字 但是全部锁在这个老先生 他家里的保险箱里 这些女婿又说 是怎么月步你要这样 我说现在公司刚起步 你们不能卖我的股票 而且公司刚起步 股价会一直往上涨 你要支持我看好我 好就这样 股价翻三倍 涨三倍哦 每个女婿就说 贪啊贪啊 结果发现 都是这个老先生在卖股票 都是他自己在卖股票 女婿一块钱都不能赚 因为通通绑在那里 也因为那些女婿们的股票 没有办法卖 所以这个老先生 才能卖了股票 股价都还不会往下跌 所以这个老先生 就赚了一大笔钱 赚了一大笔钱以后 他就更富有嘛 对不对 他更富有了以后 接下来遇到台湾另外一个 我们叫双卡风暴 那这些女婿们 特别其中有一个讲金融业的 他自己也遇到困难啊 回去跟岳父说 我之前这样跟你赚三天 我现在我自己也困难 你一定要把股票行我 我要来买股票 这个老先生敌死不愁 为什么我把股票给你 我银行更惨嘛 我的股价就更差啊 所以你不能卖 股票也不能给你 好 这个女婿 已经想到绝望 他去联合检察官调查局 联合检调 检举他这个岳父 内线交易 一检举的结果 股价大跌 公司股价已经不好了 结果股价更跌 结果不知道这个女婿 在外面联合外面的人 放空 太狠了 换他赚 反正你岳父不救我嘛 我只好自救啊 你之前也不让我赚 我只好害你来赚啊 结果这个女婿 当然赚了一笔钱 但他没想到他这一检举 这个岳父啊 之前在内线交易 你不知道都用什么人做人逃 都用女儿做人逃啊 天啊 所以每个女儿全部变被告 他检举他岳父的时候 也是因为他提供证据 结果没想到他太太检举他 也是因为他太太提供证据 结果两败通通都输 是 最后两个通通都入狱 无限 你是说女婿跟岳父都入狱 女婿岳父 女儿都入狱 女年女儿也入狱 天啊 所以整个家族 所以看钱不用那么重 搞不好其实 大家日子好过一点 所以富豪也没有比较好 但是这只是锅当之语